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年的这个感情纠葛 所以当很多关友都在想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可以结婚的时候呢 志玲姐姐却突然通过朋友表示 他们两个人呢并没有复合 只是重新联系上了 重新联系上了 感觉距离复合真的还有十万八千里 不过也没有关系 你说他们两个都已经15年了 最不差的就是时间了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还是真心的祝福 希望这对男生女生可以开花结果 那对于他们两个复合 大家是什么态度呢 是祝福呢 还是有别的想法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好了接下来就是每天都来报道的 不得不看 和小编作品累到吐血的 搞各大新闻 C位抢得好 头条跑不了 前几天 baby播出的新剧 在各路吐槽声中高调开机 虽说杨天宝毁人不倦 但不得不说 经过几轮翻炒 此剧热度不减反增 开机上流出 有网友就发现 距离十八线的女儿 不仅颜值不输大宝贝 还在当天占了C位 打你敢和影后抢资源 挖又纷纷替女主不服 有baby活不了 因为我们不看 开嘛 让他刚开机 说的好像娱乐圈他家开的 不然你想让女儿站哪 镜头外 连播出都没说啥 究竟哪边曾热度 总之要解说 虽然明知演技会被吊打 但还是不忍替baby心头 看看你还能再高兴几天 好饭不怕玩 好剧不怕等 古装神话IP大剧 九州海上木云界 从筹备到沙青 李时两年迟迟没有订档 也是让剧民们操碎了些 就连电视剧官博也被网友戏称为 死说粉丝的生日播 眼瞅就要给窦霄庆祝第三个生日 昨天 九州海上木云记发布会上 终于订档11月21号晚8点 在我大优酷全网首播 九州海上木云记改编自 金河在同名小说 讲述了政治端朝末年的九州大陆 人类皇族木云家的六皇子 黄轩饰演的木云生 窦霄饰演的大将君之子 木如寒江 以及周一维饰演的 汉州八部落后人 说风和夜之间 家国情仇 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 发布会上 导演曹顿和原著金河在 带领豆香 周一维 徐璐 文永山 还有片话中 自称容颜已经老去的蒋亲节 王千元等九州六族纷纷亮相 遗憾没能到场的黄轩 也发来VCR祝贺 海上木云记是一部 制作精良的大剧 相信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我跟你们一样 很期待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支持海上木云记 希望你们喜欢 被粉丝熏腾笑作 一直走在爆红路上的黄轩 陆云记中 对文永山所失叛息的痴情 你对我有心无心 我的心 给你 只要你换我 我就在 我会上 在 不干命运左右后的癫狂 亲者为仇 爱人相杀 这就是皇家 这就是帝王 带着这 人不能这样活着 知道吗 我是来救你们的 他是太子 他拿的是木剑 不要杀他 小心他有阳术 小心他 不要杀 甚至还有风云分身即适感的演技 都让粉丝觉得 嗯 这次肯定得爆一下了 男主没现身 但是有了斗霄和周一维 足够hold住全场 谈到令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 队伍左端的斗霄 立马笑心附体 楚桥转中饰演柿子的时候 就被夸赞有一口好牙的斗霄 却自曝 在徐露告白自己的一场重头戏中 竟然把自己当年补好的门牙笑掉了 身体力行地告诉瓜友 什么叫做笑掉大牙 然后呢 那个 他一过来 然后耳边就 就一阵风 寒枪 然后 我这个人就憋不住我就笑了 我一笑把大牙给笑掉 真的 我们要开玩笑的 什么大牙给笑掉 门牙 为什么呢 就是 那颗牙是 当年是 然后 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 就是 韩家我喜欢你 你小看一 把门牙给笑掉了 这是真的 真的 他也拍下来了吗 那关 我们要放到花絮上那给大家看 而且不仅是徐露 面对剧中好既有黄轩 斗霄更是能从上午笑到下午 简直是整个剧组里的搞笑担当 而队伍另一端的周一维 海岩对于他来说 每一天每一场都是令他难忘 尤其是汉州的大西套路偏少 所以每天都有人受伤 加上好莱坞武术指导 希望能够更加真实理念 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直戳观众类点 请原谅 我们拖得这么久 最后 总结豆霄和周一维的发言 就是一句诗 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不过 不管是甜的也好 苦也罢 都只是拍摄与制作两年多礼 情绪的冰山一角 究竟有多少惊喜 敬请关注 11月21号20点 优酷全网首播的 九州海上墓园记 还有更多独家花絮 一起来帮豆霄找牙吧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 放点猛料 不要心够大 北驴不尴尬 今日有网友爆料 房宝强先生某综艺节目 被问及马容时表示 财产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都已经妥善处理好 虽与马容离婚 但是昔日的革命友谊 还是在的 还是好朋友 What 当初照告天下马容出轨 把围观群众气得半死后 如今称还有革命情谊 宝宝是原谅 也思爱多 把瓜友看得是一脸蒙圈 这个就太假了 戴了那么多顶帽子 应该只是过场话 吐槽受众 姐却感动得 留下老母亲般的泪水 说这话真是宝宝说的 智商情商双高 睡一嵌长一智 老绿 啊不 老铁没毛病 但也说不定 你人家宝宝的耿直劲 压根想不出这样的客套话呢 再不结婚 就要一起跳广场舞了 12号 连程序大方成人和林志玲复合 很开心联系上了 是真诚的互相关心 然而仅仅过去一天 昨天智玲姐姐也做出回应 Not yet Just get in touch 还没有 只是取得联系 虽然说对于这个太极 瓜友表示 太X了 看来是购物车没有被清空 然而消息传到斯密达 华峰确实突变 有韩梅对事迹复合 做出报道 发着尴尬的是 林志玲的配图 居然配成了林志玲 嗨嘛 国际玩笑开大了 小智躺着也中枪 中国网友纷纷dease 会不会是中国娱乐圈真开放 不过要解说 还好都是林志家族成员 林志玲表示不服 为啥不用我的 陆寒如此多娇 引无数大妈尽折药 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广场舞大妈 最近疯狂名恋上 陆寒的盛世美颜 并为我陆量身 打造了一曲专属BGM广场舞 笑容质朴 各自显实 五不轻盈 还懂得在适当时候卖萌 666 江还是老的啦 追星还是大妈 比起那些年轻女孩的 经不起风浪 陆寒一公布恋情 就嚷嚷着脱粉 大妈早已看破红尘 荣辱不僵 傻袍子有傻夫 即便学生没脱粉有怎样 让我们唱一首欢快的歌 忘记这烦恼 林更新打游戏被锅拍 电竞梦碎胡一帝 近日 网友不爱林更新 在游戏被卡在bug之后 上演了某电竞游戏剑 又一耻辱的突破 原来 林更新本想撇开王思聪 单独在游戏中练练手 谁知 人家却被粉丝发现 是林更新本尊 于是被粉丝狂追遍地跑 遇到队友还无奈高喊 自己人 最后实在无处可跑了 林更新被粉丝拿平底锅 围着一顿乱锤 给直接拍死了 哎妈 这下手也忒狠了 游戒看着都生疼 而这段林更新三分钟 被77名粉丝追砍5000米的视频 也是瞬间上热搜 想必此时林更新的内心是 追着我跑就算了 还要拍死我 说好的九一少女的梦呢 网友评论到 绝对是最结底气的明星没有之一了 林更新则用我恨儿子做总结 还有网友求林更新的心理影面积 大概三十两天 游戒我心疼林更新一秒钟 绝对不能再多了 一入天涯深思海 从此明星势必迟 在年里大娱乐圈 一直流传着金乌鸦的传说 今年 啊 什么 你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是金乌鸦 尤其有必要科普在先 金乌鸦奖是天涯娱乐八卦版的一群网友发起点 有网友自发投票 评比每年度最让人恶心的影后 简称压后 暗得压地 该讲最最最最最知名的slogan是 恶心他就留下他 虽说如今走过13年 但还只有郭敬明一人拿过终身成就奖 独领风骚 回到今年的金乌鸦奖 9月份霸平的薛之谦 组委会给的提名理由是 薛之谦 教会我们如何利用第三者发家之父 吸血炒作和上位 目前位列第一无意义 而给到林心如的提名理由则是 我领我缩 我不舍稳 也是妥妥的被送上了压后第一位 获得无数网友的副意 除了暂时胜出的这两位 曾经占据娱乐头条的马荣 陈思成 林丹 郑爽 百百合等 也都占有一席位 团体奖方面 是弯弯老辣肉脚 暂时位列第一 提名原因是 高龄出演少年 霸占电视频 网友纷纷表示辣眼胶 金乌鸦奖揭晓在前方 优贤我备好了挂 等着揭晓的那一天 全娱乐优酷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胡歌 最近的娱乐圈 明星们旧情复燃 重修旧好的消息 乃是频频传来 优解要为 颜程序林志玲 鼓掌祝贺的同时 也不由想到 最近在优酷播出的 大剧猎场的男主角胡歌 究竟有没有可能和前任复合 因为众所周知 当年胡歌出了车祸 媒体事后爆出 当时的女友哈妹薛佳宁 推掉了很多工作 陪伴其病床旁边 不过艰难的岁月 后来胡歌重回事业正轨 两人却因为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原因分手了 这样的情感发展线 和胡歌在剧中饰演的人物 郑秋冬 和初恋罗伊人非常相似 然而与现实不同的是 剧中能共苦 却没能同甘地 郑秋冬和罗伊人 经历波折后 最后旧情复燃 那现实中的胡歌 如今会不会和前任复合呢 没有不接受的理由 也没有一定要接受的理由 我觉得情感这件事 它是化学反应 不同的化学分子碰撞在一起 碰撞的时间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不适用于所有的人 它适用于你 可能不适用于我 说起感情的事儿 胡歌态度含糊 但谈起现实中 是不是和剧中一样 有一个人生导师 来指点其事业发展时 胡歌斩钉截铁表示 正是因为没有人生导师 所以自己36了还不成熟 还没有出现 所以让我36岁的高龄 还特别的不成熟 我太不成熟了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能够保持一份同心吧 不说同真啊 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 因为有一颗同心的人 我觉得他的心灵的这扇窗 比较容易敞开 正是因为有这份同心 当初胡歌拍着伪装者 偶然接触到三级猎场剧本 就毅然决定一定要戒演猎场 因为郑秋冬这个人物 让他感觉不是写出来的虚构的人 而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一个人 演出的过程不是在塑造形象 而是在感受人物 这个人物用善良面对一切 而不是计谋 这一点和同时期戒演的剧本 人物相差太大 也是一直保持初心的胡歌 很难才遇到的一个角色 因此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然而从没接触过猎头行业的胡歌 却要饰演一个精英猎头 片中大段演讲台词 二口不说 偶尔英文面试场面 更是让他大户压力山大 那场戏我是进组第一天拍的 我是进组前一天 就是开机前一天我拿到的通告 我才知道明天要拍这场戏 我当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背这段词 我的英文并不好 但是我想第一天 我总不能给大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也的确是牺牲了大量睡眠的时间 然后为了准备这场戏 然而出来的效果我自己并不满意 因为我感觉说的不是很顺畅 磕磕巴巴的 我说宗主啊 您这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大伙都知道 当年你在上戏读书的时候 就是班上英语口语最好的艺术生 而且这段戏报过后 大家伙可都对你流利的英语口语 数大拇指点赞呢 每周三在我戴优酷独家上线的火星研究院 最新一期已经在路上了 提前看过节目的优解 这就来给各位童子们画画重点 本周火星研究院中 做的实验可就有意思了 要选出谁是奈凡王 要在各种压力下 依然能够保持自己情绪的实验员 荣获精神怪物的称号 也就是本场的奈凡王 最终前锋当选 此实验是把前锋折磨坏了 节目组也是于心不忍啊 决定启动一个对前锋 杨迪来说算是福利的实验 通过实验测最佳叫醒方式 当然了在叫醒实验没开始前 杨迪前锋作为叫醒熟睡者的测试员 第一步就是要潜伏到 女嘉宾的房间里去的 嘿嘿嘿 仿佛已经看到杨迪前锋 瑟咪咪的眼神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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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高 杨迪通过各种方式一一叫醒熟水中的汪苏龙 曹璐 张雨夕 在几位信中杨迪可是被拉入了黑名单 最终的结果就是集体研究复仇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深深的一刻就要来到了 来吧 Oh baby 三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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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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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叫醒不算什么 最刺激的是 杨迪还得到汪松龙起床后 带着口气的一枚 呃 强吻 怎么样杨迪 感觉怎么样 杨迪内心OS想必是 被强吻的感觉原来是这样 按照这个节奏 那下一个被整的 是不是就是前锋 完整版 周三锁定我大优酷 自打去年陈冠希陈老师 冲冠一怒为输赔 在微博上面呢 公开指名道姓的 第四志玲姐姐以后呢 整个娱乐圈就开启了 这个郑主亲自下场开私的模式 这个是撕完粉丝撕瓜友 撕完瓜友呢 撕同行对手 而且呢都属于 绝对不让别人插手 必须亲自开私的节奏 不知道陈老师跟志玲姐姐这个事 如果放到现在 会不会演变成陈老师 跟严陈旭的一场骂战 那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的娃娃Oh My God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 那些亲自下战场的明星们 路见不平各种好 爱豆亲下战场打battle 自打去年陈关西陈老师 冲冠一路未输赔 在微博上公然指名道姓 第四志玲姐姐后 正式开启了其他正主亲自下场的模式 爱豆们五讲四美放一边 撕粉丝 撕瓜友 以及撕对手 都是放着我来别插手 今天 优姐就来扒一扒 那些亲自下场的爱豆们 没有中间商差价 还原八卦本来的味道 他的腕手撕粉丝不手软 相信很多瓜友 对粉丝和明星的关系 还停留在 相亲相爱永相随的印象上 蓝额事实上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不 前段时间 耿直哥儿杨子就亲自下场 怼了一个宣布脱粉的粉丝 该名粉丝在微博上爱他杨子 劝他想要流量就不要玻璃心 杨子看完很生气回对道 喂狗了 赶紧走 我凭努力拍戏工作 谁也没有亏欠 再见 听这意思是 自己能有今天 不靠粉丝靠积级 结果粉丝更生气 爱过你这种人 真的是我脑子进水了 于是两人就在微博下 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 嗨嘛 明星和粉丝这么真实的吵架 尤姐也是活久见 那扎和张翰的粉丝 怎么相看都相艳 经常是互骂连连怼 硬把这对小情侣 逼成回对粉丝的教科说 比如 以前那个唯唯诺诺对差评的那扎 到现在霸气回对一个滚 我的天哪 是爱情让人变勇敢的吗 说到这儿 尤姐还要提个想 千万不要以为怼天怼地怼粉丝的 都是这群90后的专利 像大S 陈强恩 闫亚伦 还有周杰这些圈里的前辈 也都曾亲自下场连连怼 这节奏带的实在是溜啊 啪得拓 惹中巴皮怼同行 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那些年 明星之间就算私下不合 时间也不会闹太大 而现在明星们都是有纯有料 真刀真枪的开干 一旦开死 呵呵 那可就是大戏开了场 比如前段时间 吴墨仇就曾连发几条微博怒怼女歌手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种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善良点不行吗 女歌手那么多 别只盯着我 幽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怒气 而搞事情的网友 纷纷猜测背后捅刀子的人是张碧晨 虽说此事无定论 但这气势汹汹的架势 也让乖友浑身打满了鸡血 再次奖劫 在今年年初 韩寒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歌词 因涉及到直男癌 被网友们疯狂吐槽 而徐焦也加入战队 在微博上公然抵制该片 而周杰再提当年蛇文林心如 表示自己很冤枉 由此引发环珠格格剧组集体下场 而不 直接舞蹈 胡彦斌也在回对粉丝的评论中 直接爱他舆论中心的薛志谦说 跟薛志谦并不熟 也没和他在跑车上招过手 如此多的明星 倾下战场battle 让乖友们纷纷感慨 今年的乖儿圆又大 表示很好很满意 最后 游姐想说明星真心情没毛病 可是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谁叫咱的影响力 不是一般的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希希 大家一定要记得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宜乐早八点 给你一整天的活力 我们明天早晨八点钟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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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